还有关于下面这件事情也得加快脚步了 就历经司法院政府院长提名人撤换风波之后 蔡总统呢今天再度约谈了内定的新任政府院长提名人 就是这位前大法官许宗丽和蔡炯敦 不过您可以看到哦 这个蔡炯敦他曾任过八年大法官 其实任期已满了哦 所以外界就质疑 在任恐怕会有违宪之余 不过总统府跟时代力量的立委黄国昌都立挺 认为在任不是连任就没有所谓危险的问题 内定司法院长提名人许宗丽 开自己的灰色轿车抵达总统府 在宪兵道下从正门走进府内 接着内定副院长提名人蔡总顿 五位大法官被提名人也陆续入府 接受蔡总统约询 那事实上现在带这些相关的程序还在进行当中 那等人选确定那这些程序完成 那府方也会召开正式的记者会 向大家来介绍提名的人选 那并在之后向立法院送出咨文 双方畅谈一个小时四十分钟 许宗丽才开车跟蔡总顿一起离开 这两位人选之所以受到蔡总统青睐 因为他们都有丰富的学经历 内定副院长蔡总顿历任桃源台北地方法院法官 一路坐到高等法院行政庭长资历完整 还曾推动法官法修法支持法官改革 内定院长许宗丽 据德国歌廷坑大学法学博士学历 曾任台大法学院长还在2003年到2011年 担任八年的大法官 不过外界执意就因为许宗丽的大法官任期已满 再被提名孔友连任违宪之余 过去也没有大法官回锅的案例 按照我们目前宪法征修条文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也好 或者是过去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所表示的禁忌也好 似乎看不出来有违反宪法征修条文的问题 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表达力挺 总统府也说宪法是限制连任而非再任 因此没有违宪的问题 预谈之后蔡总统最快会在立法院9月1号开议时 再把资文送进国会行使同意权 期盼争议全党已久的司法院政府院长人选 能尘埃落定 明日新闻综合报道